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个新的AR绘画工具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它的发布页面 它是一个开源项目 然后再看看它的说明 从它这个下面的说明来看的话 它是基于Snap Diffusion还有Made Journey 这两款软件的一个重新设计 然后下面它说了 它是包含了许多的自动化的一个处理 就是这个内部优化还有质量改进 它帮我们做了自动化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我们在做图的时候 需要去选择采样器 或者是选择更多的什么迭代部署 图片大小 以及其他更多的参数 这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界面 它确实很简洁 就是一个输入框 输入提示词 然后生成按钮 点一下这边就可以出图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具体的一个使用 然后呢这个是它的下载方法 它只需要点这个地方下载就可以 下载下来就是这么三个文件 然后下面这边的话 是需要下载两个必需的的模型文件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模型 是最新的这个SDXL大模型 一个是基础模型 还有一个是精炼模型 我们就是需要把这两个下载下来 然后放到这个对于的文件夹里就可以了 然后呢它下面给了我们一个说明 下面这一行需要大家重点关注一下 这就是这个工具的使用的一个最低要求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写了 4G的显存 8G的内存 但根据我实际的使用情况来看的话 这个4G是跑不动的 8G也不够用 最少这个显存 差不多都有8G才够用 内存的话16G不够用 我只能说32G能跑起来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机子够不够用 当然如果不够用的话 我们这边也有办法去体验它 可以在云端上面去使用这个工具 待会我给大家介绍这个云端怎么去使用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工具下载下来的情况 下载下来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就跟这边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这三个文件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进来之后呢 它这边有个models 然后里面有一个这个东西 这就是我们下载这两个文件之后把它放到这里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个翻回来 使用的话特别简单 就是双击这个文件打开就可以了 它这边会自动运行 如果你是第一次开启的话 这边会检测就是这两个模型在不在 如果不在的话它会有个自动下载 当然这个在这边自动下载比较慢 所以说建议大家是最后是提前下载好 然后把它放到文件家里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使用界面 确实跟我们刚才看到是一模一样的 这边输入提示词 这边生成就可以了 因为我记得跑起来有点慢 说实话 所以我们这一次就在这个云端上去做演示 点后一键把它打开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打开之后就这么一个文件 等一下我们可以点复制 复制到自己的硬盘里面 然后这样就好了 这边有个按钮 点这个按钮就可以了 然后大家注意看看你的设置对不对 我们这边需要的是这个T4GPU 如果大家那边默认的不是这个的话 可以去把它选成这个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等就行了 等一下等它这边去加载 它会自动运行 好 它现在开始了 如果是第一次进入的话就比较慢 之后再进的话就比较快了 帮我们这边稍微等待一下 好 当我们看到这样两个链接的时候呢 这个工具就可以启动了 然后我们点后面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界面 跟我们刚才给大家看的界面是完全一致的 没有任何区别 我们可以先把下面这个选项勾扫 然后在这边呢会打开一个新的选区 它可以进行一些更高级的设置 然后我们来发现一下 然后首先是图片 你是想出图快一些 还是图片的资料更高 大家可以自己选择 这边是图片的一个比例 出图的数量 否定其事 然后随机的 所谓的种子数 然后我们来出个图 一个女孩 然后来看一下效果 好 它这个出图时间有点长 我们需要稍微等一下 好 这个图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图效果还可以 还是不错的 然后这边这个否定提示 需要给大家额外说一下 假如我们这边提示词不多的情况下 否定提示词不需要我们自己去输入呢 因为它这个工具帮我们自己处理了 当这个提示词变多的时候呢 就是意味着这个AI 它会处理更多的细节 这种情况下 它出的误差的可能性就更高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输入这个否定提示了 大家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去做一个判断 上面第二项是风格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刚才出的图是默认着电影效果 它这边还提供了很多的这种效果 我们可以来随便选一个 比如说就要用这个吧 指一拼贴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好 现在这个图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它给我们出的效果 它这个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好 我们再来换一种风格 下面有个漫画吧 然后我们来给它稍微加一点词 给它加个头发吧 一个红色的头发 然后再来看一下 我们趁它出图的时候 来说一下最后一个选项 这边的话是选的模型 这是我们刚才下的那两个模型 然后下面也是模型 都是风格的小模型 然后下面有一个采样清晰度 它这个值改变的时候 可以改变这个图片的锐度 就是这个边边角角的会更清晰 当然如果这个值太高的话 最后的效果也会失真 所以这个大家自己去调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终的结果 马上就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 它符合了我们这个提示词 一个女孩 然后有红头发 就是漫画风格 其他这些风格的话 就留给大家自己去尝试吧 这个工具对配置要求比较高 如果大家配置不够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云端的形式 然后来体验一下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它的后续的一个发展 好 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大家拜拜